有一位台北醫學大學的教授叫張武修 張武修 台北醫學大學的教授 他今天在報紙寫一篇文章 他說他們爭取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大會 到現在已經15年了 李振元 張柏牙 李明亮 黃昆蓮 李之遙 吳韻東 無數民鄧昭芳 何美鄉 陳建仁 高英茂等等太多人了 他們說過去這樣的努力 多方協力而能順利與會 漸漸打開國內一屆能參與世界衛生 組織相關技術性會議的窗戶 中國一此以此咬牙切齒 到了2009年5月 葉金川前署長突然經與中國達成密約 由中國指示世界衛生組織邀他為 世衛大會觀察員 按世衛的規範 其他觀察員可參與 全年大多數的技術與區域會議 但是葉金川前署長急著獲得觀察員 僅是一次五天的臨時孩童票入場券 中國更要求四位由北京全面的管控我國 參加的技術會議 也必須中國台灣省靈異真是得不償失 而一屆與許多外交兼兵十幾年的努力 因此倒退千里 我請教一下陳委員 真的是五天的孩童票入場券嗎 我記得上個禮拜我在大訪好就講過 我們只參加了五天 其他360天都是用 中國台灣省的稱呼 來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相關的這個活動 這個原則是在中國跟世界衛生組織 所簽的協議裡面 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上個禮拜在講說 請馬政府出來講清楚 除了這五天之外 其他的時間 台灣到底是用什麼名義 來參與IHR國際衛生條例 相關規範的相關活動 五天還有五百萬 那五百萬還要欠 一天一百萬 一天一百萬 所以到現在都不能出來說明清澈 我是覺得這裡很遺憾 另外我花一點時間 把這個背景稍微解釋一下 IHR國際衛生條例是2千5年同貴 普世原則 那時候台灣 美國 歐盟 日本 為了因為台灣的問題 所以IHR要求納入普世適用 就是說不是WHO會員國 也能參加衛生條例 那時候美國聽我們說話 大國都聽我們說話 所以我們建議了 中國建書 所以IHR通過普世原則 大家都心知肚明 這就是後面要說台灣 所以台灣去參加IHR衛生條例 這是天經地義 而且名稱也不應該被矮化 反正說我們參加我們建議之後 最後中國在2010年9月 加上WHO的密約 所以這就是代表說什麼 代表說馬英雄跟我們說9月共識 這不代說不代說不代說 如果不說我們最不照 2005年2007年 我們通過IHR 2005的條例 對不對 這樣不是這樣 結果沒有了 我們又倒退步 所以這代表說9月共識完全不好 所以他這個人不去那 套好 他現在我們世家裡 政府說要進去就有困難 所以這個是嚴重倒退 在我們主權上來講 這個是馬總統是相當失格的一個地方 這是一個醫師 他是美國的台僑 叫蕭文廷 他引述這個羅斯福總統太太的一句話 他說這句話是沒有你的允許 沒有人可以輕視你 他說過去幾年 發帕就是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 曾分別去含美國國土保安部 郵政總署 還有美國國鐵 還有NASA就是太空總署等 為台灣證明 這些單位也都從善如流 其他包括蘋果電腦 銀行 郵輪公司等 私人機構也都因應發帕的要求 稱台灣為台灣 而不是任何亂七八糟的名稱 蕭文廷他到移民局去辦理政見 發現辦事員把他的國家 寫成中國 他馬上跟他更正說他來自台灣 還好護照有加註台灣 也就順利改正了 還有工作上做安全查核的時候 台灣不在選項上 他就填其他在加註台灣 訂閱了雜誌把台灣 讀者投稿國家別 寫成中國的一省 他就去韓抗議 雜誌也很快就更正了 他說經驗告訴我 當我們看中自己 看中台灣的時候 No one can put you down 沒有人可以輕視你的 沒有可以有人可以把你壓在地上的 那麼 現在消息傳回來 中央社剛剛傳回來在7點22分 衛生署長邱文達在瑞士當地時間今天上午11點半 向世衛秘書處法務顧問遞交書面抗議信 表達台灣被世衛文件矮化國家地位的不滿 希望世衛能更正對台灣的稱謂 邱文達跟駐日內瓦辦事處處長謝武喬 中午舉行中外記者會宣布這項訊息 我想請問您說這樣有夠嗎 這樣哪有夠 抗議信什麼什麼 這是國家機密嗎 我現在為什麼不拿出來當眾朗讀 萬一抗議信裡面寫兩個英文字叫 We are down 幹得好 那我們不是白抗議嗎 剛剛這個蕭文廷蕭醫師 他那邊文章告訴我們一件事 即使你只是一個默默無名的身斗小民 只要你去抗議 人家通常會有善意的回應 說你什麼不對 我是台灣 我不是中國 一聲 我們的政府敢不敢抗議 今天抗議不是這樣子搞的 我們不是沒有看過抗議的場面 抗議不是這樣子搞的 你今天真的要抗議要怎麼抗議 我們在世衛組織有沒有邦交國 我們有23個邦交國 每個都是會員國 我們可不可以在大會的時候 動員這些邦交國幫我們講話 幫我們抗議 還有包括美國 日本 加拿大 歐盟很多國家 不認同台灣是中國一省的 這種國家非常多 我們可以請他們幫我們講話 過去有 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說 275報決議說台灣是中國是勝 美國 日本 加拿大都抗議 這都不是我們的邦交國 可是他們都告訴聯合國說 不是喔 這個不對喔 我們可不可以動員邦交國 跟對台灣友善的非邦交國來抗議 還有你邱文達你有五分鐘 好不容易花五百萬美金買來的發言機會 你可不可以那五分鐘 全部都在講這件事 像大會員 你這樣子才叫做抗議 你第一個書面抗議 萬一這個書面抗議又被陳鋒附陣 從門縫又塞回來給你怎麼辦 那你不是當作沒抗議嗎 為什麼我要念這篇文章 我的意思是你的態度 你的力道 你的方式會決定你 人家理不理睬你 對 這是這個新聞 對不起 說衛生署長邱文達 將親自向四位遞交抗議信 那邱文達說 我會找個適當的時間地點 明天或後天親自向四位遞交書面抗議 至於抗議信遞交的對象 邱文達則說暫時不變透露 現在是怎樣 把什麼地方抗議信不能說 他抗議的地方是法律顧問 也不是秘書長 他是法律顧問而已 法律顧問是在創作 法律顧問 法律顧問是在改正法令的 所以是去參雙而已 這還算抗議 這如果說正式抗議 你就要把WHO的秘書處 正式拿出抗議 大會上來 另外大會上 邱文達你上網也要說 我們鼓勢接受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個 他五分鐘發言 是啊 看他有說 他可以拿資源政策出來說 我大膽判斷 五分鐘的發言 邱文達連台灣一個字都不敢講 大家拭目以待 是 抗議 那時候就不敢講對象是誰 我覺得那時候就有伏筆 搞不好說沙盤推臉過 一個部長 號稱我們是部長 跟中國部長平起平坐 結果到世衛去幹什麼 跟一個法務顧問 抗議 法務顧問 可以小到是怎樣 只是一個律師而已 他能代表秘書處嗎 他能代表世衛嗎 洪友我覺得這根本不著邊界 陳偉扁時代那時候還至少想要跟 這個秘書長對話對不對 現在沒有 他有機會跟秘書長對話 他什麼時候 他講話的時候秘書長會坐在那裡 邱文達應該是那五分鐘的時候 可是現在已經安排好了 反正你抬喬我不能進去 訓打出來也不能進去 我五分鐘講什麼誰知道 所以他抗議性遞交了 對啊 他結束了 結束了 我擔心的 因為照這個作業準則 搞不好我們連抗議性都要先中國幫我們轉 不然中國先看我可以不可以 我一直同意不同意 所以這個抗議性其實最重要就是要公佈 內容是什麼 這要全民都要知道 這大家是抗議 有人開玩笑說裡面只有幾個字 就是非常嚴重 非常強這樣而已 其實更擔心就是說 那五天的那五分鐘 是最重要的時間 全世界都在看 結果你完全不提台灣的立場跟主張 你不這樣抗議 但至少你要公立立場 台灣不是中國一部分 這個要講出來 你看喔 記者問他喔 說那你要調給誰 他說暫時不便透露 現在我們叫他交給誰了 今天說交給秘書處法務顧問 不好意思 怎麼會不交給秘書處呢 公佑我先拜託你把頭到羅斯福夫人那句話 我拿給大家看一下 拜託一下 在這裡 你要用英文嗎 對啊 你給我看一下 No one can put you down without your permission 那句話的重點就是想要買那三年 為all your permission 沒有你的准許 對 意思就是說你喔 你如果受到侵蝕你是自取其入 我們今天做的就是自取其入 根本這種做法就是 permit 你同意人這樣做 頭到連話說都很好啊 你開記者會 你應該記者會上是要嚴正譴責 嚴重譴責世衛把我們矮化 對 因為說我們已經交抗議了 這還可以你開 對不對 這倒極也會興趣 你應該在那個場合嚴重抗議 抗議完以後 再進到大會再表明那立場 這不是抗議 我說過 沒有什麼嚴重抗議是用書面的 你全世界你找到一個說 有哪個國家說我嚴重抗議 然後我有用書面的 沒有 那都騙人 尤其現在交給法律顧問 那看 讓我們看出來 整個局都騙局了 馬政府現在還在騙台灣老百姓 他現在跟你說我們有抗議 實際上 實際上我們真的懷疑 抗議實際問題嚇壞了 我的懷疑最有可能是抗議 你們這個世衛組織怎麼保密 做得這麼不好 那個跑出來了 這樣會不會跑出來 我們跟你的協議 怎麼會說出東西 對啊 是啊 我是在懷疑這個 其實何老師說的正確 我們邱文達公主要看他的時間 對象跟地點的時候 那個就表示說他在做假的 到現在為止我們是要等 明天是不是補傳可以把這個公開 抗議性公開給大家看 抗議性公開也沒有 不然後面還有一句 不代表馬英九跟本人立場 以上抗議不代表本人立場 所以不是沒有路應 我們要知道 不是你親自去搞一個路應 不是你站在大會 說五分鐘就有話 這是一個台度 我們要看你代表這個國家 很強大會去 人民又拿五百萬美金給你帶去那裡 結果你不敢出聲 就淘淘摩摩 不敢把抗議性公開 讓所有人知道 先拿大會又沒辦法進去 看你到底是在說什麼東西的時候 台灣人民 你竟然要抗議性子裡面 請問 吳國動把我修辱 我要抗議 結果我脫羅智政轉交 轉交給我 對 轉交給我陳其邁 而且內容還要經過他們同意 你怎麼抗議 請問你有那種抗議嗎 我不能公開開記者會嗎 我不能告他嗎 這是什麼抗議 等一下回來 我們再開放給大家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 我們再開放給大家 我們再開放給大家